音樂 我們來談一下動軟的時機 動軟原始的一個治療的目的是在於癌症的病人 比方說他要進入化療的時候 那因為化療他會破壞卵巢的組織 導致卵子素跟卵子的品質下降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先建議說 把這個 把卵子取出來 來保留它的生育力 那在它 癌症治療告疑段落的時候 那有需要 想要在生小孩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卵子解凍 讓卵子受精 新陳佩戴在子宮裡面 來完成生育的 這樣一個事情 那後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發達 大家越來越晚婚 那我們 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卵子的品質 其實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遞減 大概在超過35歲以後 卵子品質就開始變得很不好 那37歲以後就很明顯的下降 那40歲以後 就跟溜花梯一樣 那個我們面對40歲以上的 患者來求診的時候 我們其實我們都覺得 覺得其實蠻頭痛 因為這種40歲以上 懷孕率真的就是不好 那懷孕率不好 當然最主要的關鍵 就是卵子品質 在這個年齡已經是相當 相當一個不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建議如果說 如果有生育的考量 但是短時間之內還沒有對象 或者說沒有打算的時候 不妨先動軟 這是第二個時機 那第三個就是說 不孕症的患者 先生的精子如果說有些狀況很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精子數每CC少為500萬 可是你試了兩次三次都沒有懷孕的時候 那我們會建議先動軟 然後再去做一個睪丸切片 從睪丸切片取得比較年輕的精子 來讓卵子受精 這樣子可以提高懷孕率 或者是說現在是無精症 也是需要從睪丸切片的時候 我們也會建議先動軟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一個建議 因為睪丸切片其實不能做太多次 大概做兩次三次 這睪丸就沒有辦法再生成精子 所以這是第三個 我們會考慮說做動軟的一個時機 那基本上動軟的成功 軟脂解凍的一個存活率大概到九成以上 所以現在跟以前是進步很多很多 所以動軟現在的技術 其實是非常非常一個成熟的狀況之下 如果說有這樣子一個需求的話 我們是其實可以考慮動軟 現在的動軟都是所謂的玻璃化的一個技術 什麼叫玻璃化 細胞裡面還有很多大部分都是水分 那在如果說在冷凍的過程 它會形成所謂的冰晶 那這個冰晶它其實它是破壞細胞的 那因此我們用玻璃化的一個技術 讓細胞先脫水 脫水之後再用極速冷凍 這樣子它細胞就不會受到損傷 我們目前也是採用這樣子一個技術 那解凍之後存活率基本上大概90%以上 那這樣子的一個技術可以冷凍多久 理論上是沒有什麼期限 沒有什麼期限 沒有什麼期限 有什麼期限